运动员之所以取得好成绩 是和他本人不断地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和实力 是密切相关的 同时也和相关的各方 比如教练 队一等这些支撑保障力量 有密切相关的 当然 与我们北京冬奥组委 给提供的一系列的条件 也有一定的关系 北京冬奥组委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 采取了各项措施 对运动员竞赛条件给予保障 努力给他们搭建一个 完善 专业 公平的竞技舞台 比如我们在竞赛场馆建设上 这几天大家都深有感触 我们运用科技的力量 不断建设高质量的场馆 同时我们在场馆建设过程当中 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也都发扬工匠精神 对场馆建设的每一个细节 精益求精 这两天在我们的国家速滑馆 频频地赛出好成绩 这是场馆建设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另外在医疗保障方面 我们建立了一个整个的医疗保障的体系 从场馆有医疗站 我们在后方有定点医院 在医疗站和定点医院之间 我们有多种快速的交通方式 进行转运 确保我们在第一时间 按照国际规则 按照对一的要求 能够对运动员 这个疏伤问题 得到及时的有效的处理 还有我们可能也关注到了 在防疫政策的制定上 我们有两本防疫手册 一本是专门针对运动员和随队官员的 一本是针对其他立项官方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结合了运动员的特殊的一些 个性的特点 专门针对运动员和随队官员 制定了防疫手册 目的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安心 能够进行比赛 另外呢 我们在生活保障上 刚才我们千方同志已经介绍了许多了 东奥村的建设 饮食 住宿等等 我就不再多说了 总而言之呢 我想呢 这个是我们所有各方共同的心愿 就是我们大家 联手为运动员 建设一个安全 完善 专业 公平的竞技舞台 以便他们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充分地施展 柴花 优优 ihrem 家伐 托ILY robots 大 中文 达 themselves